夢幻 超瘋幻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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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掀開神秘的面衫 來來來來 Fashion Baby 我們今天要 要來開箱啦 又要開箱了 我們平常都要開精品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膩啊 但是呢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呢 是我們之前沒有開箱過的 它算是對我的人生來說 也是一個新的里程碑 大家可以猜到是什麼嗎 就是精品級的收藏品 藝術品 其實之前藝術品這個風 不是掛的超級大嗎 然後那時候你就是 常帶我去逛一些藝術展 你叫我花錢是不是 那你錢沒地方花啊 真的嗎 後來其實當時 我要想買東西 你都沒有讓我買啊 也是覺得有點太貴 大家可以去評估一下 就是自己的很財力 然後覺得這個東西 值不值得啦 總之Fashion Baby 之前都不讓我買 但是它這次終於讓我買了 也不是終於讓我買 但是我終於買了 買給你 終於買給我了這樣子 那想看到底是什麼樣的藝術品 讓Fashion Baby 那個一毛不拔的雞 買給我 因為價錢比較便宜 是價錢比較便宜嗎 哈哈哈 也是啊 好啦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主題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每週三都有新影片啦 那我們今天就開箱給大家看 我們新買的藝術品 耶 那首先呢開箱之前 先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們各自喜歡什麼樣的藝術品 北極喜歡什麼樣的藝術品 比較喜歡潮流 像Causs那些 收藏然後又可以轉售那種 呵呵呵 你真的就是商人吧 你就是想要賣東西啊 那你要問我 我後來你問我 啊你 你喜歡什麼 你猜你猜你猜 童話的 童話 我有那麼多錢嗎 暗黑的 喔OK 我個人非常喜歡 暗黑童話系的藝術品 暗黑童話系的藝術家呢 其實這一位 Michael Rydon 喜歡他非常非常久了 然後甚至在什麼時候就喜歡他了 應該十幾年前就喜歡他 十幾年前就喜歡他 而且那時候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很久以前是在 不知道哪邊先看到他的畫 然後那時候就驚為天人 想說天啊他的畫好可愛喔 而且我記得 好黑暗 我好像有一陣子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有無名小站 無名小站的那個背景圖 就可以自己設定 我有一陣子 我有一陣子 無名小站那個背景圖 全部都是他的畫 那這個藝術家呢 他的風格非常的特別 他喜歡畫那種頭很大的娃娃 眼睛都是那種空靈的感覺 然後他的身體都是比較小的 你不要看他好像是這種童話風 你就覺得好像畫本台或什麼之類的 他的細節都畫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除此之外呢 長得很可愛的這些娃娃 他們會做一些很無厘頭的事情 例如在切揉 或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暗黑超現實的事情 所以他呢 那個Mark Rydon 也被美國Interview雜誌評論為 普普超現實主義之父 那我很有眼光耶 我喜歡這個風格 對 他老婆也是畫這種風格 這種兩個一起賺錢的東西 對 很會很會 好總之呢 這個風格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這本書 這是我們之前出國的時候買到的 我會珍藏它 你看它就是有這種娃娃在吐娃什麼之類的 你看好大的熊喔 跟小朋友 但這個熊好像在生氣的感覺 然後還有它抱著樹死掉了 更棒的地方是呢 它還把它畫的東西直接實體化 變成是真的娃娃 真的玩偶這樣子 然後這個娃娃超美的耶 長得像異世界來的人 因為很像那個 有個最近不是有個鹿角男孩嗎 鹿角男孩的嬰兒版 然後它變成是真的 對 它還把林肯的頭做出來 他的畫很常出現林肯 他就非常喜歡反鳳林肯 所以在他的畫裡面 他常常會把林肯變成是小侏儒啊 或者是一些小丑的形狀啊 他很喜歡畫這種類似的 然後你上網去Google這個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是 他坐在他的房間裡面 然後房間裡面全部都是 非常奇怪的收藏 感覺他跟之前Google的設計師 也是好普遍對不對 他們的風格都是這種 很超現實主義的 然後又有一點童話的配色 這種藝術叫做ROBRO 就叫低眉藝術 然後它主要興起於 60到70年代 那主要就是一些 超現實主義的畫風 為什麼叫低眉主義啊 很美的美還是美女 低眉ROBRO 低眉主義 對那對比另外一個詞義 就叫HIGHBRO 高眉主義 高眉主義就是比較偏向那個 上流社會啊 比較學院風的畫風 那低眉就是一個反差感啊 又有一個另外的意思 叫通俗藝術 這樣是通俗喔 就可能一般人就看得懂 他想要傳達的意思 就是可能像一個樹有眼睛之類的 我在看 不是這樣的解釋嗎 算是一種啦 因為他比較偏向是 傳達一些社會的底層的意念啊 或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主要轉向東西 比較不太一樣就對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來開箱 我們今天的藝術品 天啊 把它拿出來 夢幻 超夢幻 小心耶 小心耶 哇 掀開神秘的面衫 來來來來 哇 跟大家好好介紹這一服吧 這一服就叫做 兔子屠夫 這裡有寫兔子屠夫 然後它是Mark Ryden 2000年的作品 這次把它重製變成 3D化的感覺 它就是跟這次發行的 香港的藝廊 DDT 一起推出這個限量的話 它總共限量是750版 所以是上網買就一定買得到嗎 它當初是有先預告 那時候大概是 1月底2月初的時候有發預告 如果有興趣的人 就可以上網登記購買這樣 所以你就立刻看到了那時候 對啊就給你看啊 那總共這有 然後我說你居然不要買 不要啊廢話 你有必要問嗎 總共750版 一直搶我的話 那我們拿到的是 WAKING 11 第11版 7-11 第11版 好棒 這它寫的嗎 對它的簽名 它本人的簽名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介紹這幅畫 這幅畫呢 中文名字叫做 兔子屠夫嘛 兔子的臉 一般在文化裡面都是小可愛啊 代表善良的角色 但其實有些養兔子都知道 兔子其實非常的聰明 非常的簡短 所以呢 它就是在這裡面 把兔子的真實樣子 米人畫的方式畫出來 有點像小丑的臉 然後眼睛是紅紅的 在殺豬肉 這個女主角就帶了小豬如林肯 然後一起來買肉肉 這邊還有耶穌 這個可能是一些有其他的寓意吧 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他的作品 原因是因為他用的配色 他外面用這些很可愛的粉紅色 跟這些粉綠色、粉黃色 去交織一種 你知道這種童話風其實還是有分色系的 有些就真的暗黑 就很暗黑然後很灰 但是我就不喜歡那種顏色 那這個顏色就會讓人家覺得 他顏色很舒服 但近看就會發現他的主題是很有反差性的 就覺得非常的可愛 再來就是他的這個框框 我沒好好介紹一下 這框框你不覺得很像迪士嗎 童話感的框框 對來自迪士尼的房間 還什麼之類會出現的框框嗎 那一般通常你藝術品來 其實那個框框大部分都是普通的框框 不然就要自己拿去表框 那他就是專門為了這一幅兔子屠物的部分 去設計了一款這麼有感覺的一個畫框 我覺得這個真的超值得 這幅藝術品我那時候收到的時候 我就跟我那個裝潢的朋友說 欸我說我們家剛好有一個地方 是可以放這個藝術品的地方 然後我說我要趕快叫他幫我來安裝它 我要把它掛上去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時候裝潢好了是一個風格 但是其實如果你們家有一些你自己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藝術品的話 我覺得就會更有自己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我當這幅畫的時候 我就剛想說 天啊我們家好有生命力喔 有沒有 你們有殺豬嗎 家裡這隻小豬 所以我會覺得你喜歡這種東西的話 其實你就是可以買銷子 欸我突然又想到他另外一個意思 叫做殺豬盤 真的喔 詐騙很多啊 邪惡的兔子 小心殺豬盤 人家是兔子圖 變成像小心殺豬盤 真的沒有藝術這個欸 所以我就覺得家裡面有一幅藝術品 就會讓你的整個家 就會更有生命力 更有活過來的感覺 大家猜一看多少錢 我跟你講這幅畫 我那時候拍給我朋友看的時候 他問我說要50嗎 我說50是50公分嗎 他說50萬嗎 我說不用欸 你是多少錢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當初入手價接近2萬 接近2萬塊而已喔 好保證喔 比靠時空仔便宜喔 對啊對啊 現在已經漲價了 現在大概漲到8萬多塊 所以已經漲了一點點這樣 我是在那個網路上看國外的藝郎 就是2000多美金嘛 OK 如果我在國外看2000多美金 我可能會買欸 也算便宜啊 便宜啊 買了買了 可是不知道他有分兩萬 所以你真的很會演示英雄欸 那你當初怎麼入手他的 當初剛剛有提到嘛 他就是1月底2月初的時候 有預告說他要發行 Mark Rydon 他就是現在是被一個 香港的藝郎 DDP所簽下來 然後像Course也是被這個藝郎簽下來 那他們就會發行他們相關的周邊的藝術品 所以是等於這個藝郎他有權利可以自己出商品就對了 當然也要經過他授權才能出 喔 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其實買藝術品的水蠻深的 對啊 我想問你 如果我今天是想要投資 我們今天不管喜不喜歡他 如果是想要投資賺錢的話 我要怎麼去看這幅藝術品 未來有沒有增值的空間呢 覺得很難欸 那水太深了 因為主要藝術品會增長 還是跟炒作操作有關係 主要是看這個藝術家被哪一個藝郎所簽下來 那這個藝郎有沒有很雄厚的實力 雄厚的資金 因為一個藝術品會長 簡單來說就是有沒有被有名的人所收藏 如果某天郭董買了這一幅 那可能他的市場就是整個水漲藏高 水漲藏高 水漲藏高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有看那個玫瑰的故事 之前有看玫瑰的故事 對對對 然後因為玫瑰的故事他在裡面他是一個畫家嘛 就他工作的畫廊 你就覺得他好像很有才華 然後就決定要把它捧成一個最紅的畫家這樣子 但後來他就決定不要了 原因是因為他後來去走法 問了很多之前有紅過的藝術家 為什麼突然不紅了 後來那些藝術家就說 他們也算是被這個畫廊突然炒作炒起來 把他的作品炒得很貴 算完錢這一波之後 就換下一個人 就換下一個人 這個人就沒有利用價值了 所以等於這個藝術家後來就沒有辦法再出任何作品 因為他不值錢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關注一下 如果今天你要買藝術品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我覺得風格是不是你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如果你不是要靠炒作賺錢的話 其實就是買一幅你喜歡的東西就好了 是的 那如果今天你是要靠他賺錢的話呢 就會建議你去看一下這個畫家背後的畫廊 加上這個畫家出道多久了 他畫過什麼樣的作品 他的作品在哪邊 還有有誰收藏 有誰收藏 這些東西都會關係到這幅畫 接下來有沒有增值的空間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 太開心了 我覺得好美 要把它拿起來了 太喜歡 喜歡嗎 太喜歡了 你們也喜歡這樣的風格嗎 對啊 歡迎留言給我讓我知道 我是崔銘 我是Pedron Mabby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